当地时间19号下午 日本花样滑冰运动员宇生杰贤 在东京召开发布会 宣布今后不再参加竞技比赛 但将继续做一名职业花滑运动员 他还表示还将会继续挑战阿克赛尔四周跳 宇生杰贤在2014年和2018年冬奥会上 连续两次赢得男子单人滑冠军